哈囉 大家好 我是迪花 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117話情報 索隆vs納斯獸狼 遠古機器人被無老星攻擊 廣播停止了 或200站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獸的成員正在醫院康復 達斯奇正與斯莫哥交談 他也會去醫院 貝加龐克的廣播仍在繼續 索隆vs納斯獸狼 納斯獸狼認出索隆的刀 不知道索隆這裡可不可以認出納斯獸狼的刀 因為納斯獸狼高機率就是拿初代鬼車 而索隆每次看到妖刀都會有感應 不管怎麼樣 我們終於能看到這場十隻級的對戰了 其餘無老星正在包圍著遠古機器人 貝加龐克向那些名字中帶有D的人物 傳達了一條訊息 這跟我上一個猜測說 1117話 我們高機率可以聽到D之一組的預測一樣 我們看到龍、黑屋子、薩波和其他人 貝加龐克說 從你們當中 無老星突然攻擊遠古機器人 廣播提前結束 情報就到這裡 廣播會提前結束也算是遇到之內 畢竟廣播員這東西放出來 基本上就一定會被中止 但遠古機器人被攻擊 不代表他被擊倒了 遠古機器人應該還沒那麼快會被擊倒 因為他的實力很強 如果無老星可以擊倒遠古機器人的話 200年前聖地就不會被破壞了 所以草帽團應該還是要依靠著遠古機器人逃脫 但這裡也會覺得廣播員就這樣被中止 將遠古機器人保護廣播員的意義到底什麼 不會只是讓他們有打起來的理由吧 確實有點怪怪的 期待全文我們可以看更多細節 下週不休看 我們下個情報見 掰掰